所以如如不动比什么都重要 释出世界一切法 都要能做到如如不动 你会有大成就 小小事情风吹草动 你心里就受不了了 这人没什么前途 事法复法都一样 一生要坚定走一条路 我对于这段事情 父亲交代 我父亲吃了亏 他告诉我 年轻的时候 他曾经念过什么 讲武堂里面去学过 那出来之后就是军人 带兵 以后他不干了 去从政 在新政府里面 做过扩张 做过主任秘书 他是国民党员 以后又搞成党务 就这样 转来转去 所以地位都很低 永远上不去 终日战争爆发 他的同学当了司长 他再回到军队去 插一大截了 那怎么能赶得上呢 这个失败的经验 告诉我 要我这个不会学到 就是不能常常换工作 你搞哪一行就搞到底 要坚持到底 你才会有成就 这是他一生痛苦的经验 交给我的 所以只要一门搞到底 什么障碍都不怕 你会成功 如果一听到别人障碍 就赶紧退缩了 或者想改变呢 那你一丝无尘 我修复 原来不知道 不知道里头有这么好的东西 唐恩比说的话不错 解决二十一世纪 社会问题 只有中国 孔孟学说 有大臣佛法 大学问 你才能解决大问题 但是谁知道 人家都说是宗教 都说是迷信 我也跟着人家讲 这是宗教 这是迷信 没有碰到宗教 没有碰到房东北先生 永远不知道这条路 遇到房老师之后 这恍然暴到宗教 原来佛教不是外面我们所看到的 外面我们看到是看到他的外衣 不知道他的内容 他老人家很慈悲 也很善巧 告诉我的时候 直接告诉我 就是你年轻啊 你不懂啊 他说 释迦摩尼 他不说佛 他说释迦摩尼 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 我跟他学哲学吗 最伟大的哲学家 佛经哲学 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 从来没听上人说过 还告诉我 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这一句啊 非常有吸引力 人生最高的享受 那我当然要 我从这儿进门 老师还有一句话在后头 说佛经哲学 今天不在寺庙 这个指导非常重要 那是在哪里了 在今天 他知道我的事 你去在经典上下功夫 也就是少跑寺庙 浪费时间 也怕错误了方向 以后我认识张家大使 真难得 他指我的这条路 真的是真路 我就走了一辈子 叫我学舍迦摩尼佛 这一句话比什么都重要 第一次见面 就告诉我这句话 告诉我 你想学佛 先要认识释迦摩尼佛 你对老师不认识 你会走错路 你会走弯路了 先要认识释迦摩尼佛 了解释迦摩尼佛 我们所经历这么多年 没有遇到人 是这样教学的 叫我读释迦摩尼佛 释迦方志 叫我一定要用心 去体会八向尘道 从这个里面 得到其实 知道释迦摩尼佛 是个教育家 知道所谓佛陀 菩萨阿罗汉 原来是学位的名称 我才搞清楚了 佛陀相当于 现在大学里的博士学位 菩萨相当硕士学位 阿罗汉相当 学士学位 是三个学位的名称 所以说 一切众生 本来成福 这个学位 人人都可以拿得到的 而且肯定拿得到 为什么 你有自信 你只要把障碍去掉 你就达到了 障碍是什么呢 妄想分别 自主 只要这三样的 你统统放下 你就是佛 所以 每一个人 只要你把这三样放下 你就是佛陀 你能放下两样 你就是菩萨 两样就是分别自主 能放下一样 执着放下了 还有分别 还有妄想 这人叫阿罗汉 所以阿罗汉菩萨佛 不是神仙 跟神不相干 全不相关系 学位的名称 你认识字 不认识字 无所谓 会能大事 不认识字 他成佛了 他三个都放下了 他成佛了 所以这些的道理 一定要懂得 我们走的路 走得很难 那为什么跟人家不一样 所以别人就不能容纳 那我们就生活 就非常艰苦 所以实在讲 就三宝加持 祖宗之德 遇到一个寒冠场 帮助我三十年 我这个根就稳定下来了 这个三十年比什么都重要 没有这个三十年 你能经得起外面这些障碍 张愿太大了 这三十年根杂文了 自己真的如如不动了 我再来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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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就能续短 而这一会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